这是昨天一个朋友在视频下面给我的留言 今天就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出租房最典型的缺点就是廉价和平庸感 怎么才能避免翻车呢 给你两个思路 第一个色彩克制 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 大妈乡村的感觉 你想要上档次一点 色彩一定要收敛着用 统一燕麦色的搭配 墙面 抱枕 休闲饮 从浅燕麦到深燕麦的搭配 温柔 典雅 经典且高级 或者深一点的陀棕色统一色系搭配 从墙面到挂画 抱枕 再到休闲椅 统一色系的深浅搭配 把高级感渲染得淋漓尽致 当然了黑白灰的色彩也能打造上档次的感觉 第二 挂画和灯具怎么艺术怎么来 原木风的沙发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完全拉不开差距 你想要和路人拉开差距搭配出个性感 最重要的细节就是挂画和灯具上面 多头的喇叭状的灯具 充满前卫艺术感 简单几何的组合挂画 随意的挂在墙上 就能营造出一种艺术随心的调性 关注有样美学 让家变美不再难